好,我們就正式來談這個 Laplace Transform的表示 這個就是Laplace 這個就是x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h of x 等於 ht 1 的負 st dt 出來是一個s的函數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是Laplace Sigma,我們把這個s 它是一個負數 十步,虛步 十步,虛步 那虛步就是頻率 十步管decade 虛步管震盪 十步管decade 這個管震盪 所以Sigma代理,它就是發散啊,或者收斂啊 然後Omega管震盪 所以這一個 好,所以這個是 就是,如果簡單寫的就是x 那我們現在把x這個拆解 為什麼要拆解 就是要讓你看 Laplace跟Flauch Transform有什麼關係 好,那你這邊對不對 好,那你這個s 現在直接用這個代入 代入,好 這裡,把那個s'負 σt 放到這裡來 為什麼 因為sigma是時數 那我們假設說這個是 這個是十步嘛 好,那這個是存虛 這個是complex散勢的部分 四方式存虛就放在這裡 好,你注意看啊 這個Laplace Transform 現在如果這樣把它重新組合一下 那你會發現什麼 你把這個看作一個 high-dominant信號 那右邊這個不就是求這個信號的什麼 Flauch Transform 對不對 這個乘量1的負 jωt d t 正確實講 這個叫Flauch Transform 誰的Flauch Transform 好 所以它的Flauch Transform 等於Ht的Laplace 所以這句話呢 這個式子的解釋就是 Ht的Laplace Transform 就等於這個信號的Flauch Transform 就等於這個信號的Flauch 那現在如果說 Ht這個信號 假設說Ht這個信號的Flauch Transform 不存在 不存在的時候 那你Flauch Transform 就不存在啊 可是,你看這裡啊 這個東西 乘上這個積分不存在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乘上一個Exponential Decay的東西 那這個積分有可能變成Solid 那意思就是 Ht的Flauch 假設不存在 那因為Laplace這裡有乘上一個 1的負 Sigma T 可以讓它變成Solid 所以 Flauch Transform不存在 Laplace 它是可以存在 因為你只要乘上一個 適當的 這個 10部的Decay的Component 它就會變成Solid OK 所以我說 Flauch Transform不一定存在 但是Laplace一定存在 那 Laplace要存在的話 這個Sigma的條件 Sigma要滿足什麼呢? 它才會Solid 所以 那一個Sigma滿足的條件 就叫做 ROC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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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吧 所以 Ht的Flauch Transform不存在 那你給它乘上一個Exponential 負Sigma T 它就會變成存在 那它這個東西就變成 Laplace Transform不 Laplace Transform不 這樣了解吧 所以 Hsigma叫做H of X 就是 原本那個線道乘上一個Exponential 負Sigma T的Flauch Transform Flauch Transform 這樣清楚吧 那你前面這個式子 我們就說 如果你從這個積分式來看 那這一個東西跟它 有沒有 這個東西跟它 它就是一個什麼 Flauch Transform的關係嘛 的配對嘛 有沒有 Ht乘上1的負Sigma T的Flauch Transform 就是它 H再講一次 Ht乘上Exponential Ht乘上2Sigma T的Flauch Transform 就是這個 了解吧 它們就是一個Flauch Transform的配 所以下面這個式子 這個跟這個是一個Flauch Transform的配 那你Inverse的Flauch Transform的公式是什麼 它跟它是一個Flauch Transform的配對 那你Inverse就是2%幾分嘛 1這邊變成正的嘛 對不對 了解嗎?記得吧 Flauch Transform 這個是Inverse Flauch Transform 再看一次 這個成上負的 這個就是Flauch Transform 所以它跟它是一個Flauch Transform的關係 好 那你這個是Flauch Transform的公式 那你這個如果寫在左邊叫Inverse 那前面就有2π1 對不對 然後Exponential變成正 所以它們兩個就是一個Flauch Transform配對 好 然後你現在呢 現在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是Inverse Flauch Transform 所以你把這個Exponential搬過去 搬過去 所以你就得到這裡 E的-Sigma T 一過就變正 正的就把它併到這裡 我跟你講 T跟HLS是一個Laplace的配對 那現在導那個就是HT寫在左邊 HS寫在右邊 那就是Inverse Laplace 所以就是Laplace的公式 那HT寫在左邊 HS寫在右邊 就是Inverse Laplace 那現在就是要推 Inverse Laplace的公式長什麼樣子 Laplace的公式 這個定義沒問題 那Inverse呢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說明 然後得到這個 然後你把這個S 這個改成S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這個就是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的公式 但是你注意看這裡 因為你這裡是D Omega 但是現在變數要變成X 所以這邊稍微變化一下 你令這裡是X對不對 好 那你左邊DX 右邊D Omega 回分吧 DX D Omega 那所以呢 D Omega D Omega 就J分之一DX 代進了 所以呢 D Omega 換成DX 就一個J 跑出來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你的積分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 這邊是Omega正無窮大 那你這樣變成 積分X Omega正無窮大 Sigma沒有動啊 所以你的積分的Range 變成什麼 Sigma-J負的無窮大 Sigma加J正的無窮大 所以要這個積分變成這樣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積分 這不是一般的積分耶 這叫負變 負變的積分是一個什麼 就在平面上做一個contour的積分 那就不是 所以你的那個微積分 平面的積分 區間的積分 如果不太會 那學負變就當然就很痛苦 那因此呢 我們求Inverse的Lapartisan 不會用這個式去求 絕對不會 咬咬 就算你負變很厲害 你也不要這樣嘗試 很簡單就是 就是找出那個Floatranor配對嘛 那誰跟誰對 那Inverse就是誰嘛 就這樣子 記一些基本的就好啦 OK 所以我們不會 求Inverse我不會這樣做 OK 好 所以呢 總結 第一個 任何一個函數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 Ht impulse response 取例子嘛 那現在要談任何函數的 Lapartisan的定義 St 那你的Lapartisan 那一的負St 積分正無窮 那這個叫雙邊的Lapartisan 那Inverse呢 所以St跟S of x 就是一個Lapartisan的配對 那Inverse的話就是這邊推導出來 就是這樣子 了解吧 那這邊一般我們不會用這個積分 你只要揮這個就好 Inverse就是 這個東西的Double是誰 以後看到這個東西 就把Inverse對過來就好了 查表 我們不會直接7分 OK 好 Notation St L L就是Lapartisan H of x 那如果St Ft 那這邊就 S of什麼 Floatransfer 現在St 這邊改成L 這邊就變成 把J of沒有改成S 就變成Lapartisan 那你的Floatransfer Floatransfer Floatransfer 這邊是乘上E的負Jωt 那你的Lapart這邊 乘上E的負St 就這樣 所以就是把J of沒有改成S而已 所以你以前的積分 一樣啊 你是把J of沒有改成S而已 你以前的積分得到Floatransfer 存在的Case 如果Floatransfer 存在的Case 你只要把那個Floatransfer J of沒有改成S就好了 就變成Lapartisan 這個積分是一樣 好 接下來談Sorin Sorin Sorin就是說 因為你的Lapartisan 是St乘上E的負St 那那個S是 Sγ加Jω 所以 這邊就可以把E的負Jωt 跟Sγ分開 把Sγ放在這裡 那我們說 你的Lapartisan 就是Lapartisan 就是這個訊號的Floatransfer 那你有Lapartisan 要存在的話 就是 這個東西的Floatransfer 要存在 那我們說Floatransfer 存在的條件是什麼 你就是這個東西的 絕對的積分 要小而無窮到 要小而無窮到 了解喔 這就是Sorin的條件 那 讓這個Sorin 我們 如果St的絕對的積分 不Sorin 但是你透過乘上一個 E的負SγT 就有可能讓它Sorin 那 那這個Sigma的選擇 就是我們所說的ROC 搜認區間 然後等一下就 舉實際的例子來看 好 Example 這個St E的T字方UT E的T字方 是不是正字方 所以T越來越大 是不是越來越大 對不對 那UT嘛 T大也0才有 T大也0才有 然後E的T字方 T是正的 所以正的它的字方 越來越大 那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無窮的 所以它的FROTENSE不存在 不存在 對不對 那FROTENSE怎麼不存在 理解喔 好 那 不存在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你把這個線號 乘上一個 一個E的負SigmaT 那這個Sigma只要大一 為什麼 你這個Sigma大一 那你是一次方 正的一次方 那你是 大一的負的比一還大的次方 那兩個一合併 它就會變成負的次方 你這邊是E的一次方 一個T次方 這邊是E的負 一點多次方 或是更大 那兩個一乘起來 它就會變成E的負T次方 負的啦 負的就會收斂 對不對 就會收斂 所以這就是LAPRASSE的功用 所以呢 圖形的話 這個是Exponential growing FROTENSE一定不存在 一定不存在 那你把這個函數 乘上一個Exponential Decay 但是這個Decay的次方 要比這一個 一個T還要大 那它有辦法讓它收斂 所以呢 這兩個一乘之後 它變成這樣 變成什麼 Exponential 1-SIGMA T 然後你SIGMA大一 它就會變成Decay 欸 只要是Decay的話 它FOLOTENSE就存在 所以FOLOTENSE很容易判斷 如果你的信號是這樣子的 那它就是FOLOTENSE就不存在 但是你的信號是這樣Decay的 它FOLOTENSE就存在 那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如果你原來的信號是這樣 我們可以透過乘上一個Exponential Decay的東西 讓它變成Decay 那FOLOTENSE就會存在 了解吧 那這種東西就是 LABRACE 在做的事情 好 然後介紹一下 什麼叫Exponential Exponential S的變數是一個負數 它有十部C部 所以十部就是X軸 C部就是Y軸 那這個叫負數平面 這種負數平面是這樣的話 這個十部叫SIGMA C部就是Omega 了解嗎 就是C部就是Omega的軸 所以這個十部 SIGMA C部 那你看這負數平面 這個叫real 十軸 這個叫C軸 那你E加J在哪裡 E加J十負是E C部是2 所以E加J就這一點嘛 所以在負數平面上的話 這個是負數 E加J 這樣理解 那這個的話 我們叫負數平面的話 它是一個負數平面上的變數 就叫做S' 所以S'就是一個負數平面 這是一個負數平面 好 然後負數平面的話 這一個Y軸 我們所說的Y軸 就是SIGMA等於0的軸 因為你SIGMA Y軸就是時速等於0 十部 十部等於0 就是J Omega的軸 那J Omega這個軸 就是Full-Out-Transform 所以SIGMA等於0 你的LaPlus和LinSIGMA等於0 就是J Omega這個軸 就是Full-Out-Transform 所以我們要看 所以你看一下 LinSIGMA等於0 因為你S是SIGMA 叫J Omega SIGMA等於0 那S不是J Omega嗎 所以呢 LaPlus呢 令十部等於0 它就變成Full-Out-Transform 所以你現在 假設得到一個 LaPlus-Transform的函數對不對 那你令它的十部等於0 那 在這個圖形上看到 就是它的Full-Out-Transform Full-Out-Transform 好 所以這個是Explan 十部SIGMA 這個Y軸 我們就叫J Omega的軸 J Omega軸 這個要稱為複數平面 複數平面 複數平面 一個函數你的Full-Out-Transform存不存在 你就看 LaPlus的收斂區間 有沒有涵蓋這個Y軸 如果有的話 那就代表說 它的Full-Out-Transform也存在 就你的收斂區間 有沒有涵蓋這個Y軸 如果有 那就是代表 你的Full-Out-Transform也存在 那如果你的收斂區間 不涵蓋Y軸 那代表Full-Out-Transform不存在 但是它的LaPlus存在 那這個我們後面會特別 來彈 那Pull跟Zero Pull的話叫幾點 Zero叫零點 Pull就是分母的根 一個函數 分式 分母的根我們叫Pull 那分子的根叫做Zero Pull 那分母的根叫Pull Pull在搞什麼 如果你這個X這個變數 等於代Pull的值的話 那分母就會等一點啊 那它就會趨勁無重大 所以它叫做Pull Pull的話 S代Pull的值進去 那你這個LaPlus就會無重大 那如果代Zero S代Zero的值進去的話 那它會等一點 這個函數會等於0 所以呢Pull的話 就是S代Pull的值進去 分母會等於0 所以它變成無重大 那你S代Zero的值呢 分子會等於0 所以它就等於0 所以這Pull跟Zero的定義 那所以呢Pull就是分母的根 那分母的根怎麼算 你就把它因式分解 所以你N次多向式 那它就N個根 可能是實數根 也可能是複數根 Zero也是一樣 那也有可能實數根 也有可能複數根 反正就是解這個分子分母的方程式 那解出來就叫 分母的根叫做Pull 分子根叫做Zero 那我們在這個複數平面上 那我們要跨圖 那我們Pull的話呢 在這個Xclin上 我們就打X 就是你這個分母的根 那根可能是一個複數嘛 那你在Xclin就是一個複數平面 你根在哪裡 就把它打個X 那Zero 就是打圈 用這個來辨識 這是Pull跟Zero 那這個Pull跟Zero 很重要 因為我們收斂區間要用 跟這個有關係 收斂區間跟這個有關係 你想想看 這個東西要存在 收斂嘛 要存在 存在的話 你分母可不可以等一點 不可以嘛 你如果分母等於 它這個變成無窮大 無窮大 不收斂啊 所以你這個Laplace的收斂區間 可不可以讓分母等於不行 所以 你的Pull Pull的這些點 能不能在收斂區間裡面 當然是No 對不對 Pull不能在收斂區間裡面 Pull 極點 不能在收斂區間裡面 所以如果你的 這個Laplace的Pull 畫出來 在這個Explained上面畫出來 你大概就可以判斷 我收斂區間可能在哪裡 用這個Pull的點 做標點就可以判斷了